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明镜也是那个时代的演员 演过很多古装剧 被称为古装美人 邝明杰1966年11月26日 身于台湾 毕业于台湾国光艺校第四届 与王祖贤同校 与杨立金同班 17岁的邝明杰凭借一张清纯美照进入中世 还被记者冠上了小赵永新的封号 在1985年到1990年 于黄雅敏组成双人少女偶像团体《城市少女》 走红于台湾演艺圈 更是凭借年轻不要留白人气红翻天 受欢迎的程度不输给当今女子天团SHE 《城市少女组》结散后 邝明杰单飞后转往戏剧圈发展 相继拍摄了《浴火凤凰》 《小霞龙卷风》 戏说慈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锦涛版《倚天图龙记》中的《朱九珍一诀》被誉为经典 1992年主演电视剧《在世情缘》 邝明杰在其中饰演为爱生死相随的真格格 奠定他八点到一线女星地位 1994年 与曾华倩 蔡灿德合作了《牵手触头天》 播出后获得该时段收视率冠军 之后香气拍摄了各种类型的影视剧 如《施工传奇》 与贾金文合作的《琴笔姐妹深》 与关永和合作的《三国英雄传》之关公 与萧强合作的《超级世家》 饰演情场试异的《徐悦娇》 《爱情有点栏》中事业强人依华 路边董事长中善解人意的鸾凤 娘家中倔强的杨欣怡 《阔明杰》十几年来持续活跃于演艺圈 除了综艺节目之外 还参加八点档的长寿剧 《天之娇女》 《亦难忘》 《爱》 精湛演技更受好评 虽然已在各种演示剧中 出演妈妈级别角色 但仍受台湾民众的欢迎 在工作中混得风生水起的她 感情方面却显了坎坷 邝明杰自从出道以来 她的绯闻就已经满天飞了 妥宗康、王兴都是邝明杰的绯闻男友 邝明杰首次曝光的男友是王兴 王兴是知名的音乐创作人 不过两人交往了没多久就分手了 再后来就是邝明杰的第二段恋情了 邝明杰的第二段恋情是和知名主持人 妥宗康在一起的 因为共同主持节目的缘故 邝明杰与妥宗康确认了情侣的关系 但是妥宗康不是邝明杰的真命天子 没谈多久最后分手 在经历过几段失败的感情后 她和认识超过20年的先生 刘继军从朋友变成情人 两人也于2011年共结连礼 至今结婚10年 恩爱的感情被外界分为模范夫妻 邝明杰先前在《女人要有钱》之五花教主表示 自己原先是不婚主义者 在与刘继军认识两年 交往半年后 对方却突然向他求婚 那时候我也并没有想到要结婚 只好说再考虑一下 后来有一次到家一座节目时 刚好到一间求子的宫庙 邝明杰便想说 好吧就随便求 求个给我儿子好了 然后就治脚 两个肾脚丸就没脚了 怎料治了20多分钟都没有结果 身旁粗拥的民众开始起哄 让邝明杰相当尴尬 好在此时有位义工突然出面解围 要他向妈祖询问 是不是身体上面有点问题 如果把身体问题治疗好了 是不是就可以怀孕了 没想到果真拿到三个肾脚 邝明杰事后也乖乖去做身体检查 医师看完报告后表示 他身上的某类病毒过多 很可能会罹患子宫颈癌 好在目前没有癌变征兆 医师随后说 你可以请你男朋友来检查一下吗 直言这种病毒传染途径不少 男生可能也会带有这种病毒 然后传染给女生 但是男生身上如果有的话 并不会有症状 女生反倒要注意 就算治疗好 也可能会再次感染 邝明杰只好请刘继军去一趟 结果就听见对方惨叫连连 因为仪器是穿进男生身体 疼痛感会比较强 然后才检体出来检查的 邝明杰透露 那时候已交往三四年了 医师告诉他 很少有男性为了另一半做这种检查 他是你男朋友都愿意为了你的身体而这样 他是非常值得信任的人 最重要的是他爱惜你的身体 邝明杰最终被打动 点头嫁给经商人 夫妻俩也甜蜜走了十年 让粉丝都十分感动 直呼会永远幸福的 邝明杰在节目中还被问到 情人节如何度过的问题 他傻笑会 我最害怕过节日了 不过虽然过节对邝明杰来说毫无意义 但他会告诉自己的是 唯一要记住先生的生日 我是写了纸条还是会忘记的人 就算记得也顶多说声生日快乐 他也庆幸嫁了一个拥有相近价值观的人 回顾两人结婚十年 至今人无身子 邝明杰曾坦言 其实婚后一年曾很想要小孩 试了很多方法 还打排卵针 试了近一年身体变坏了 为了自己的健康 现在早已不强求 后来有一次刚好立假晚来一个礼拜 觉得应该是怀孕了 不过当时正好接到一部梦寐以求的戏 而让他陷入两难 他当时选择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会不会怪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 答案是会 后来发现 其实心里并没有这么想要孩子 加上打针变胖又伤身 老公也相当舍不得 之后就此放弃生小孩这件事 虽然两人无身子 但邝明杰也乐当献成妈 把老公和前妻的两个妓子视如己出 感情好到刘继军也曾公开感谢 邝明杰的温暖与包容 特别是跟小儿子的感情很融洽 为这个家付出很多心力 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家的感受 此外 邝明杰也在节目中大方分享婚姻之导 除了要和另一半互相沟通 最重要的是不要逞强自己 他坦言 过去他只要生气就会憋在心里 不仅影响身体 也会让夫妻关系恶化 这些年 他学会把不愉快说出来 也学会放手 还笑称 夫妻两人相处恩爱 唯一会吵架的战场就是厨房 现场重视两人做菜实敬秀 一道虾仁炒蛋 从锅子的选用 切采方法下锅顺序 两人都各出己见 互不相让 不过老公刘继军也特别感谢 邝明杰的温暖与包容 特别是跟小儿子的感情很融洽 为这个家付出很多心力 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家的感受 邝明杰一旁听完红了眼眶 其实看似自主性很强的邝明杰 一碰到老公就弱了半解 他说 天出了头就是夫 觉得老公不论是语言 还是说话各方面都比自己强 把老公当偶像一样崇拜 结婚的时候甚至想要灌夫性 还被妈妈骂 这什么年代了还管福性 不过邝明杰坦言 以前在厨房 他总会想要一手包办 洗碗和下厨 现在则会试着 让老公一起分担 开心在旁边辅助 他也笑说 在婚姻中 女人要懂得撒娇和实时装傻 不要表现出太能干的样子 让另一半有被需要的感觉 不仅如此 他也常谈夫妻相处之道 邝明杰节目中表示 婚后老公对自己相当合乎 两个妻子也非常贴心孝顺 他也举例 老公婚前会陪他逛街 付账 婚后则帮他付了260万的房贷 对他很大方 对自己则是比较省 并直呼 嫁给他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 在细数老公甜蜜事迹的同时 邝明杰却突然意识到 这些年先生一直说自己老了 让他产生不安感 对此 他也向老公喊话 你一定要比我晚走 不然我会承受不了 虽然你说 两个儿子会代替你的角色 继续照顾我 但就是不一样 让人不禁感叹 他们一家太幸福 在这里祝他早日恢复 在努力工作的同时 也能多注意身体 最后也希望他们一家人 能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